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个节稿日 来不及就完蛋了 二郎却被电视吸引了 你知道击穿罗莎娜吗 很喜欢 是个很害羞的人 还没有男朋友 甚至只是牵手脸就红了 女孩不知道 这人说背后实际上是两位抠脚大汉 助理小梅自己却是午饭了 在刚煎好的饺子上临上一层清油 远哥我刚吃完饭 都被他馋得直流口水 小梅沾了沾醋 嗯 太好吃了 小梅一个没胜 就这白饭全吃光了 也不给我留点 多谢款待 小梅心马一足的离开了餐馆 刚回到工作室 小睡便八卦的问他今天吃了什么 二郎居然猜出是饺子 兴奋的叫着 小梅一句 原稿画完了吗 将二人拉回了现实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高达34度 二人赶在 正在空调房工作真是太好了 可画着画着 俩人却感觉越来越弱 哎 这空调吹吹的居然是暖风 调底也不管用 奶奶的空调居然坏了 这就尴尬了 小顺联系了程家 可修理公邀傍晚后才能来 还是去凉快里的地方 家庭餐厅继续画吧 可俩人刚想出门 就被来却原稿的女边界央田堵了回来 原稿画完了吗 你们俩想在结稿日去哪 才画了这么点 一星期都干嘛了 原来他俩被人物取名想了一个星期 殷姐姐不想听 还且连珠泡式发飙模式 莫不是你们还留点美食闷话 还留着美食闷话的资料吧 俩人不敢说实话 谎称全扔掉了 有催稿恶魔在 这门是出不了了 还是继续画吧 小梅体气的送来了水 可还是热的不行 为什么非得在这里画少女漫画啊 如果能去楼上的书房 不行不行不行 理智战涉了冲动 片刻后 我不行了 要不要吃点补充体力的东西 大算什么的 大算不错呀 还剩两小时六夜 再次拉回现实 可汉越出越多 汉珠掉到了原稿上 小帅去取吹风机 却意外碰到了桌上的水平 这下彻底全完了 俩人带着杯中的神情上了楼 用钥匙开启书房 这些书架上全是有关美食的仓书 二郎翻到一边 准备好大哭一场 书中男主在海边的酒吧 用大杯子喝着啤酒 海虾和蘑菇只用大蒜爆炒 就能装盘上菜 令食客无从挑剔 真是简单又美味 牟利的跑道中 书中人物点了星岛特别套餐 在炉头上加好烤儿用的铁盘 放上切成薄片的肥牛肉 烤至酥脆 烤好后摆到铁盘边缘 将阴白菜和黄油混合轻炒几下 再加入油炸好的50克大蒜 然后加入烤好的肥肉翻炒 最后撒上小葱末 把这些加到法酸面包里使用 女人们中 有的名为Mike的卷心菜的料理 世道中国菜 把卷心菜切成段状 点上大火 架上中式炒菜锅放入猪油 让油铺满锅底 放入切碎的大蒜和少许食盐 大蒜变色后放入卷心菜 让黑胡椒大量撒在表面 这时生菜开始变软 看着舌机撒入少许白糖 倒入少许清水 用盖子压一压 然后将火力调为中火 用盖子压一分钟后 用最后注的水的蒸汽 将卷心菜彻底焖熟便完成了 苦涩又甜蜜中 把大蒜切成碎末 洋葱切成粗末 把粒末掰开 五彩椒切成小块 把油倒炒锅 放入大蒜和红辣椒炝锅 香味出了后 放入洋葱翻炒 放入粒末炒 倒入酱油舌切充分入味 这时放入玄米 充分混合 再放入五彩椒 装盘之前 转圈撒上麻油 用胡椒盐调味 这样粒末五彩椒 大蒜炒饭就做好了 欧柯开作 他们有一对喜欢蹭饭的邻居 小美和他的丑老公小剑 俩吃屋 嗅到工作室中传出的香味 菜刚上桌 人也惊到了 这二位也太不客气了 这哥俩也不是小鸡的人 那就一起享用吧 人多吃着香 二郎加了块蘑菇 嗯 太香了 这个面包加肥肉也超好吃 这就是男的料理 这卷心菜咋会这么好吃呢 再看这玄米比起白米 水分和粘度都更低 最适合来炒饭了 小剑毫不客气的 给漂亮媳妇拿了根面包 却自己也砍了起来 嗯 我从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大蒜面包 这肥肉也超好吃 你们在吃什么 在门外就闻到了香味 原稿完成了吧 这俩人像躲弯神一样一起离析 混账 原稿完成前 你们就是机器 不准睡不准动不准呼吸 哎 孩子从头开始继续干 没的好处是 空调已经修好了 总算不用憋在桑拿房里画了 而享受美食的人又多了一位 嗯 逃避现实的结果 就是不会终结的现实 我是以哥 今天继续介绍朗门美食剧 本棚食堂之月料理篇 又到了结稿日 主编昨天请漫画家小帅 和二郎吃了烤肉 二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表示近期都不想再碰肉了 这时二郎又饿了 想吃点什么 小帅提醒到19点就结稿了 今儿晚上没空吃饭 崩溃 小帅哥真田与丑男二郎 是一对合作末期的少女漫画家 以青春罗沙纳为笔名出道 每次临见结稿日的一天 是他们最崩溃的一天 两人逃避的地方 是二次元美食书库 将小说 散文 闷话说的料理 在现实中做出来 以此来逃避现实 还有十四页有话呢 二郎越想越崩溃 突然看到电视中播放着 帅哥美女去冲绳度假的画面 眼都直了 小帅关掉电视 将他拉回了现实 助理小梅又独自去吃饭了 这次享用的是烤青花鱼 鱼哥我又看饿了 夹起一块鱼肉放入口中 嗯 超美味 不一会儿功夫 就连桶米饭和汤一起吃光了 回来又要接受盘问 俩人猜小梅吃的是面 错的太离谱了 得知是烤青花鱼 两人羡慕的不得了 继续杠杆继续杠杆 然而刚想好好工作 父亲就传来了曹吾他的奏音 原来施工队开始工作了 好容易才偷走作画中 这下全完了 鹰大编辑像猫一样 巧窝生气的进了门 看到两人才画了这么点 再次发了标 画得出帅哥的漫画家 要多少有多少 画得出美少女的漫画家 也一抓一大把 你们是不是不想当 击穿罗沙纳了 干脆去画你们 最喜欢的美食漫画好了 反正也卖不出去 嗯 两人的脑中唤醒了一下 被鹰额头看穿 大批脱批了一顿 这时鹰田接了一通紧急电话 便匆忙去办事了 林行亲再三叮嘱 必须在十九锦前画完 否则格杀勿论 然而疏于静儿风不止 还剩十夜 卖表施工队的动静 却越来越大 简直没完没了 俩人又望向了楼上的藏书房 不行不行不行 快画吧 可一直想个不停的施工声 令两人不断画错 二郎终于忍不了了 肚子饿了吧 去吃鱼吧 吃鱼 可催稿魔王还有两个小时就要来了 二人瞒起主编 都怪他非要在节稿日填一填请客 昨天才脱了工 可对施工声弄得 二人完全没思路 根本画不下去 用铅笔在纸上戳呀戳 这感觉像极了切菜 俩人不约二童抬起头 像行尸般走上了楼 用钥匙打开藏书间 翻呀翻找呀找 真后 男主在一间鱼料理店 点了一份竹家鱼套餐 将竹家鱼切成大抹纸宽 放上紫苏和切成末的生姜 视线在鱼上涂满酱油 酱末一段时间 会使鱼肉整体变得粘糊而有劲 鱼骨还可以做味噌汤 搭配米饭 绝对是极品享受 有吃就有趣中 讲了一道招牌菜 将大个冷冻牡蛎 和排干液一起用签子穿上 撒上香辛料和放进烤箱烤 美味的奥秘在于 牡蛎那种深邃浓郁的味道 鱼野脂肪为主的胶原蛋白 会在口中合为一体 储存的得皮鱼则十分契合 烧家的酱油品章 与日本米酒的口感 也能完美搭配 另一本书中 去掉鱼鱼鳞 取出内脏放入香草 将蛋白与盐混合 驼马鱼身放入烤箱 将鱼鱼掌根放进去烤 太赞了 另一本漫画书中 讲了海鲜意大利面 在锅中放入蒜和橄榄油 再放入鱼背和花果 加热片刻 待海鲜晃动一会儿后 放入白角转大火 盖上盖子稍等片刻 加入预先调好的斑结虾 旺潮鱼 乌贼 番茄酱 为了能熟透 要取出花果和意味 通心粉焯水煮熟后 一同放入 再涂上调味汁就完成了 好了 要开座了 此时恰巧邻居小间夫妻购物归来 打算解决晚餐问题时 又嗅得了香气 二人放下了法国餐厅 决定去蹭饭 美食刚上桌 俩人也将就位了 再次反客为主 得 一起吃吧 小梅出去吃晚餐了 这边也开动了 二郎尝了一口竹家鱼配米饭 嗯 这大派太美味了 整只鲦鱼蒸过后柔软可口 配香草味道又香又好吃 牧里培根烤车的味道也没得说 这海鲜意面 一辈的口感真好 四人频频举快 大口朵鱼 鱼骨汤中放了酒和味噌 好喝的不得了 这时催稿魔头回来了 电话将二人拉回现实 已经十九点了 小顺装成自动留言语音 却被魔头抓了现形 得 哥这漫画还得继续画 好在施工队已经下班了 想用美味的人也换成了二女一男 逃避现实的结果就是无尽的现实 哥今天介绍冷门美食日剧 本棚食堂之恐怖饭 邻居小剑回来了 进门后却见到妻子小美 在黑暗中干着什么 人偶竟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尖斗 哦 喉 原来他只是在磨斗 不过拜托您好歹也开个灯吧 小美出去买墨水 刚回工作室 小帅与二郎正在装心画着漫画 见小美回来了很兴奋 原来二人觉得以现在的进度 今天肯定能按时交稿 终于不用再被英大编辑骂了 这时小美注意到天空中阴雨密布 又下雨了 小帅真天与丑男二郎本应成为美食漫画家 却阴差阳错成了少女漫画家二人组 以揭穿罗莎娜为笔名出道 一旦赶不上截稿日期 二人一定会逃避现实 制作书本中出现的二次元美食 雷声阵阵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两位漫画家心情放松的聊着天 这时英大编辑却打了电话 说因下雨电车停了 会晚点来 二郎心情很失落 难得今天那按时交工 却得不到表扬 这时雨下的更大了 突然一记响雷打过来 屋里瞬间全黑 突然停电了 一只鬼突然走过来 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一点光 原来是小梅 这时更恐怖的玩意来了 好吧 二郎兄 你长得本来已经很像鬼了 还要装鬼 真真吓死个人 这反正也干不了活了 二郎提议讲讲鬼故事 并憋着小摔心脚 这是个发生哪医院的故事 有天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男人 住进了这家医院 他总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 厕所里没有镜子 男人走遍了整个医院 没有镜子 没有镜子 这医院里一面镜子都没有 男人问护士 为什么没有镜子 护士面露难色的回答了他 是非你们着想 即使有镜子也照不出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这家医院是幽灵区的阴阳两尸的界点 二郎害怕的点点头 轮到他讲了 这是个发生在公寓里的故事 住在这栋公寓时层的男人 在阳台晾衣服时不知为何从石层掉了下去 大家都以为他会当场死亡 他却奇迹般生还了 他自己站起来慢慢走动 却很快感觉到一真一样 刚才明明一直想走到公寓玄关那里 却怎么都到不了 还越来越远了 莫非是自己无意间迷失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了吗 男人从窗户玻璃里看到了自己的盗摇 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头扭向了背后 这样一来就无论如何都到不了玄关了 他突然想到以后要怎么吃饭呢 用筷子夹住也无法送到嘴里 用勺子也没法吃最爱的炒饭 就要这样饿死了吗 早知如此 那时候应该拉面里放炒饭的 啊什么都想吃 故事结束了 这故事不恐怖的吓人 接下来两人又讲了不少鬼故事 小帅想去厕所 这事真鬼出现了 哦不 是鹰田编辑 两人忙着说停电了 鹰大编辑却一按就开了灯 早就来电了 第一次看到两人理直气壮的样子 鹰边很欣慰 但现在离截止日期只有不到一分钟了 两人竟不知不觉讲了这么久的鬼故事 鹰大编辑发了一顿标护暂时离开了 命二人在自己回来前完成原稿 抓紧时间吧 却突然看到蜡烛把原稿收走了 忙活了半天 最后抢救还是也失败告终 二人又一次默默走上楼 打开藏猪家的门 准备逃避现实了 这本漫画是关于炒饭的料理 首先把西瓜能用勺子挖成一个个球冷藏起来 作为饭后甜点 把瓜皮像这样切成丝 把猪肉末倒入 含有豆瓣件的芝麻油里一起翻炒 然后把切成丝的西瓜皮加进去 炒到保留瓜皮丝的香脆就可以停下了 加些日本酒和酱油调味 之后就和做普通炒饭一样 在饭上加入炒好的瓜皮丝 充分分炒 最后把炒好的饭加入挖空的瓜皮里就算完成了 原来西瓜和炒饭还能一起吃啊 沙人餐厅把两片肉馅放到烤盘上炸好后轻轻按压 再在面包上涂上一层蜂蜜和黄油 把萝卷 番茄 泡菜 洋葱摆好 最后浇上沙拉酱 将烤好的肉饼切成厚片 再放出芝士 瞬间散发出 让味纯纯郁嫩的香气 再准备好上层煎好的汉堡坯 将肉饼 窝卷和西红柿等叠在一起 用芝士盖住 芝士的水量非常奢侈 多到流豆盘子上 将汉堡放入口中 这种感觉就像儿时把脸埋进鸡的厚厚的血装一般 浓浓的汁香震撼到了舌头和喉咙 摸你的汤 在炒锅里倒油 再放入蒜末和姜末 把切好的猪肉放进去翻炒片刻 随后加入大把韭菜 最后多浇点酱油就大功告成了 没要别再更适合旧饭吃的菜了 一定会好吃的喊出声来 那么开座吧 刚盘的菜品完成了 再看邻居夫妻这里 小剑队的菜甜得要命 根本没法吃 那就为了亲爱的小美再做一次吧 小美却飞奔出家门去连击家中蹭饭了 也将早顺饺了 小帅盛了一勺西瓜炒饭 嗯 没想到西瓜和炒饭会这么配 脆脆的很有夏日风情 西瓜配菜也很不错 嗯 这西瓜有点温温的 再看奶酪汉堡 二郎猛咬了一大口 啊 这味道真的太赞了 再尝尝这韭菜炒肉 小美果然好吃的叫了出来 将它和热腾的白饭一起吃 简直是绝配 嘿 不带这么撒狗粮的 太过分了 这时鹰大宾回来了 当得知稿子还没完成 鹰大笑的前仰后合 人后猛一拍猪子 你们不要做人了 变成鬼怪故事里的人物怎么样 俩人下的马流滚活楼下赶稿去了 搓翻四人组 变成了三人组 而助理小梅盯着手上的怪谈 练习起来阴森的鬼故事 吓得二人赶紧喊了听 人家小梅难得想加些拿手节目的 我是雨哥 今天介绍冷门美食日剧 本棚食堂之一面篇 又到了解稿日 两个苦逼漫画家又在赶稿了 眼见已来不及 与其被骂 二郎决定直接和鹰大编辑道歉 但助理小梅觉得 鹰鞭不是道歉就能原谅的人 这时门铃响了 二人毕恭毕敬的跪在玄关 准备请罪 却不知道这次鹰鞭根本没来 他却出差了 进门的人是个陌生小伙 小帅真姐与丑男二郎 本应成为美食漫画家 却阴差阳错成了少女漫画家二人组 以鸡春罗沙纳为笔名出道 一旦赶不上解稿日期 二人一定会逃避现实 制作书本中出现的二次元美食 小伙是今年刚进公司的 名叫阿菊 这次由他来代替鹰鞭来取原稿 得知魔鬼鹰今天不来了 两人大呼万岁 此时鹰鞭流着口水 打开竹家鱼寿司会饭 金蛋鱼钩 烧鱼先吃哪个呢 一番犹豫后 鹰鞭终于选择了目标 美美的吃了起来 阿菊坐在沙发上 不慌不麻的等着 二郎率先斗欠 我还没画完一半 没事 请慢慢画 老师 我女儿和我都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呢 俩人听伙心里 这个美 感觉整个人都有力量了 人的压力被解放的时候 才能发挥真正的能力 之前画不下去 都是那个鬼的错 这总算找着根了 不知不觉也到了中午 阿菊决定先去吃饭 当得知小梅风才去吃了培根蛋面 几人羡慕的不得了 原稿还没画完 阿菊只能自己先去吃了 他很快吃完回来了 二郎信心满满的 将自己画完一半的原稿 拿给他过目 本以为会得到大力夸奖 阿菊却扭着眉头说 感觉这样读得不够近 有点阴沉 让二郎画得更开朗一些 名字也要重新起 满面堆笑着让俩人重新画 啥重画 俩人对阿菊的感觉 瞬间变得不好了 原来这家伙是个笑面虎啊 再看英鞭这边也是不顺 大老远出差就算了 还等了好几个小时都见不着人 茶都快喝没了 才终于盼来了本主 英鞭开门尽身 没工夫再在这耗了 脸为漫画家也乘胜重足的原稿 阿菊却还是很阴沉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 该怎么给才行 阿菊轻蔑一笑 考虑这些不是老师您的工作吗 二郎气得想发飙 被小说也劝住 因为有节稿日 如果没有详细指数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方向画下去了 这样啊 老师您觉得这样也可以的话 我也比较轻松 这语气也太气人了 小梅都看不下去了 向笑面火下了逐客令 行了好好话 阿菊不情不愿的起身向外走 把助手换掉比较好 临走前还丢下了这句话 这家伙还不如直来直去的应鞭呢 一度的怨气的二人 再次打开了书房 第一本漫画书 将鹿尾草泡在水里两个小时 沥根水放入炒锅里 不用油炒 将鹿尾草进入监鱼根 和海底的汁内 然后加放几个梅根 以三二三的笔连放入黑醋 料酒 酱油焖煮 不过甜也不过油的鹿尾草就煮好了 把它做好放置 准备用在意面上 做意面的要留是 加入大蒜和尖椒翻炒出香味 加入梅根鹿尾菜大火翻炒 放入高汤煮过的意面 最后再放点盐和黑胡椒调味就好 这就是和风意大利面 村上龙料理小说集 将极西的意面掐成两三厘米长 放入锅底浅别的铁锅中 先让大伙爆炒意面和大虾 然后熬制备和鱼 用做好的浓汤烹煮意面 与其说是煮更像是闷 水分熬干后 仔细将虾刺鱼果全部挑出 意面吸足汤汁后放入烤箱 烤得脆脆的 好像在吃大海 家庭餐馆中 想起教了石心一面的做法 将维也纳小香肠切成小章鱼状 然后就做它吧 再看邻居小美 下班到家后发现 丈夫小剑一人坐在地上郁闷 原来这废物又把菜全炒糊了 小美毫不生气的安慰她 决定带她去饭店吃 这所谓的饭店就是邻居家呀 哦今天是意大利饭店呢 哇这三盘一面 每盘看上去都很诱人 四人一人一盘 每人都分了点品尝 嗯这面每天吃都不会咽 把梅根和鹿尾菜放进一面 真是个好点的 二郎又给小美盛了一盘海鲜面 哇这鱼被虾像在品尝大海 小剑尝了尝食心一面 嗯这面和里边的小章鱼香肠都很美味 这是二郎又翻出一本书 去做吐司面包了 将黄油零散放在切得厚厚的面包上 稍加热一下取出 将黄油涂晕结面包后继续烘烤 融合了的黄油渗入长肝面包表面 稍微变色时就好 撒些盐入口激化的黄油方向四溢 十分美味 哇这黄油土酸面包更加诱人 再派上咖啡 简直是极致的美味 这时传来了开门声 这熟悉的正音是 是鹰的编辑 虽然被骂得狗血临头 两人却开心得不得了 两人接着上前询问 还有什么地方不行 给鹰边吓得连连倒退 你们抖M吗 这才画了一半 给我赶紧画 就这样 没日没夜 无休止的赶工又开始了 还是这样的编辑好啊 我是以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冷门美食日剧 本棚食堂吃男子饭 漫画 小说中 时常会出现各种料理 勾起我们的食欲 又是一个赶稿日 小帅饿得肚子直叫唤 却还没吃生饭 而鹰大编辑这边 一碗热腾腾的炸虾面也上了桌 他大口吸溜着 把远哥的蝉虫也勾了出来 哎 这家餐馆居然是站着用餐的吗 小帅画不下去了 电视中播放着 这几天商店街有色情狂出目的新闻 嫌疑人目前在头 原来二郎去买食材了 因为打拙 他一口气买了好多 所以才会去这么久 迎面走来一位妙龄女子 二郎顿时被吸引 直愣愣盯着人家 眼睛都看直了 哎 连家都走过了 这时警察叔叔叫住了他 本应成为美食漫画家的小帅 与二郎画起了少女漫画 比名为鸡穿罗沙纳 被截稿之逼疯的两人逃避现实时 会做出书中充满魅力的二次元美食 警察叔叔死忽不信 二郎只是走过了家 认为二郎是想尾随那位美女 当问起职业时 二郎支支吾吾的说 自己是漫画家 至于是画什么的 他没法说 这下警察叔叔更加确信他有问题了 二郎只好给小帅打电话 叫他来帮忙作证 哪知小帅已经睡着了 于是警察叔叔又将二郎拖去警局 详细盘问 好在这时吃完午餐的助理小梅经过 帮二郎作证解了威 留天时得知 二郎在商店街买了很多食材 才会回来这么晚 商店街不正是色情狂触目的地方吗 且犯罪时间和二郎出去的时间完全一致 这下就连小帅与小梅都开始怀疑袭击女性的色情狂就是二郎了 这时催搞魔鬼鹰鞭来了 晚八点前必须给我做完 他连珠炮一般发了一顿标后瞬间离开了 继续画眼稿 二郎可没那个心情 因为警察叔叔仍在怀疑他 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 巡逻范围缩小到方圆五米 两人决定打开电视看看最新情况 没想到色情狂已被捉拿归案 建议有没出手擒贼之人 竟是截拳斗高手英鞭 还露出了剑术的二头机 漫画家二人左收到了感染 决定要变得更强才行 变更强的方法就是打开楼上的书房 做一顿男子汉饭 又成为汉子中的汉子 把已经烧好的米饭大量放在茶碗里 再放两个鸡蛋半斤饭里 在加热中的牛肉饭里加入砂糖 酱油和水 加热好后把饭放进去 为了和牛肉锅好好融合在一起 要仔细拌开 把一份和牛肉锅混合在一起加热后 锅里发出咕噜咕噜的煮肥声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将牛尾熬制的小牛高汤冷冻起来 加入烧的变丝的洋葱 再撒入咖喱粉 把牛排肉烧的半熟 再切成条放在饭上 这种牛肉嘎噜的趣味被称为冰甜牛 把猪内脏切块 放入大锅中炖煮 大锅中除了猪内脏外 只有魔鱼片 魔鱼是用啤酒瓶盖一点点刮下来的 这样能让味道烧得最入味 最后撒上葱和盐就能端出去了 大锅里没有进行任何调味 决定味道的是最后撒上的葱和盐 好 有这三把菜谱就可以开注了 有美食怎能少得了这对小夫妻 小美与小剑在家门口闻到了刚出锅买食的香气 心安理得的走了进去 小美很快嗅到了两人绅士的男人味 哥俩很开心 嗯 这几道美食 八月哥我也看饿了 二郎成了碗牛肉烩饭 简直是人间绝品 小帅尝了口半熟牛排 太有男人味了 小美也迫不及待的尝了一口 连他都变得男人起来了 小剑吃了一口魔鱼猪肠 瞬间变成十瓦心国 肌肉硬邦邦 每吃一口就感觉身上增加了一点力量 这是魔鬼鹰进屋了 二郎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直踢 是踢法中的一种 用脚底踹对方的肚子 说把拖就斜的 像二郎伸出了脚底板 俩人吓得乖锅爬下楼 继续画原稿去了 搓饭四人组 又变成了三人组 嗯 鹰鞭真有男人味 你看 连吃饭的样子都这么好横 只是今晚两人漫画家 无法兑现送小梅回家的男子汉承诺了 我是宇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冷门美食日剧 本棚食堂之女子饭 闷话小说中 时辰会出现各种料理 勾起我们的食欲 将里边的美食做成料理子 便是本棚食堂 这周小帅早早便完成了构思 今天把三分之二描出来就能完工 这周终于安全了 今天助理小梅休息 她正在家坐着爱心便当 弄得这么精致美味 是恋爱了吗 把雨哥我都看饿了 催稿狂魔突然出现 惊醒了两位正在悠闲看电视的大闲人 昨天她已经通过并认可的构思 今天又改变了主意 让两人重新构思 还说揭稿日是明天 时间很充足 不情愿的让人再次被逼得重新开工 本应成为美食漫画家的小帅 与二人画起了少女漫画 本名为鸡春罗沙娜 被揭稿日逼疯的两人逃避现实时 会做出书中充满魅力的二次元美食 再看休息的小梅 她去前草门起伏了 然后又去了游乐场 疯狂过山车走起 虽然只有一个人玩 她倒是落在其中 再看两位漫画家 二人还在家中闭门奏剧 构思实在太难了 更恐怖的是 鹰边居然说 今天一整天都会泡在这里看着她俩 再看小梅 正在玩打靶游戏的几乎百发百中 想要什么玩具都手刀擒来 钓小龙虾也一样 轻而易卷便钓上了好多只 旁边的男孩羡慕极了 小梅的手势也超酷 这爱新便当 原来是她给自己做的 而且还是双层的 三色饭 月哥我也好想吃 小梅吃了一口米饭 又加起只小香肠放入口中 超美味超下饭 还有这块像极了玉兔的苹果 很快便通通吃光了 首次自己做便当 便大获成功 两位漫画家这边 新的构思终于通过了鹰边的法眼 但她让二人继续话 临走前还让他俩一刻也不能休息 而正在休息的小梅 被鹰边打电话叫了回去 终于还不用再双线叙事了 月哥我也松了一口气 有了小梅的协助 两位漫画家今天应该也能轻松一些了 晚九点的时候 终于快画完了 术光就在眼前 两人决定好好感谢小梅 问她想要什么报答 内心的小梅却说什么都不用 小帅却将二郎拉上了楼 用钥匙打开了楼上的藏书室 今天的主题自然是女子料理 小梅这种女生爱吃什么呢 厨房女孩是本推理小说 女主负责的是公司三明治 邓黄酱是用鸡蛋和醋等制作出来的 食材的叠加也有技巧 要让放在上面的不重于摆在下面的食材 把火腿和蛋黄酱放在吐司上 再盖上一枚吐司 接着是蜗具 西红柿 培根 蛋黄酱 把蔬菜放在上面 是因为蔬菜比较轻 这样保持重量平衡的话 切三明治时就能防止切坏的情况 二郎找到了一本 把鼻和孩子 把几豆瓣酱为提味调制的甜辣酱涂在猪里脊上 加入豆油后煎好中华风猪排风格的配菜 果然还是粗颜蔬菜 二郎期待的小梅能说出 这个猪排很好吃 小帅又翻到一本 花的懒人料理 把要使用的明太子切下来 再把切口用保鲜袋卷起来 整齐扶起的包裹好 再将剩余的保鲜袋用剪子剪一下 从下端口慢慢把明太子挤出来 手法简单 手也不会被弄脏 再加入豆腐 还有煎鱼干 再放入大量高级明太子 通合黄油一块 豆腐明太子黄油盖饭 小梅应该会喜欢 嗯 甜品自然也少不了 落营编纷中一定有合适的菜谱 说干就干 开工了 此时小梅也将度饿 不知道二人在楼上干啥嘞 有料理的香气 自然少不了这些烫饭的邻居 二人寻味而去 小哥俩也将小梅带去了饭桌 我去 这俩厚脸皮的家伙又不请自来了 小梅不好意思的看着一桌的美味 小帅承设了三明治 期待的看着他 小梅咬了一小口 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好吃 特别好吃 小帅很开心 阿剑尝了一块猪排 大喊美味 女友小梅也对这道菜赞不绝口 小梅也尝了一块 表情超享受 小帅想让小梅尝尝这道盖胶饭 小情略馋得直咽口水 那就将它分成五碗吧 每人都有份 小梅 小梅 阿剑 二郎 小帅各尝了一口 一口同声的大喊美味 小梅也吃得超开心 不多说 五人就将一桌的饭统统吃光了 接下来还有饭后甜点 二郎将鸭轴甜点从冰箱内取了出来 这就是锅布丁 他给美人都咬了一小碗 嗯 简直太香了 好吃的不得了 小梅从内而外感受到了幸福 小哥俩很欣慰 第二天清晨 两位漫画家前一日熬通修布根 累得贼惨 俩人想躺地上休息休息 催稿狂魔再次顺移出现 哎 悲催的节稿日又到了 今天又要忙到啥时候呢 水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冷门美食一句 本棚食堂之夜宵篇 漫画小说中 食人会出现各种料理 勾起我们的食欲 将里边的美食做成料理的便是 本棚食堂 又到了节稿日的头一天 小哥俩因严重脱稿 又被催稿魔女痛骂了一顿 这次火山爆发的很严重 魔女怒斥二人 作品火辣者是晕脚 你们根本就没什么台话 就应该给我拼命画 画到死 今年的火山活动只用了45分钟 算是小场面了 本应成为美食漫画家的小帅 与二郎画起了少女漫画 比名为击穿罗莎娜 被截稿日逼疯的两人逃避现实时 会做出书中充满魅力的二次元美食 小哥俩拼命赶工 已经到了11点 小梅提前下班回去了 鸡肠碌碌的决定先去吃点东西 没想到这么晚了 还有这么多时刻 老板将肉排炸的焦黄酥脆 盖在米饭上 这里的炸肉排盖焦饭超好吃 小梅尽情享用着 虽然作为晚饭卡路里有点高 但不管它了 因为猥琐大叔上前搭讪 被小梅绑着脸打发走了 继续吃继续吃 没话两夜 二郎就开始叫鼓连天 还有二十九夜没话完呢 二郎又想吃东西了 可这个时间吃饭的话会犯困的 昨天就是这个点吃饭后睡着了 见小帅不同意 二郎打开了收音机 小帅给他冲了杯咖啡提神 若赶不上明天的节稿日 这说不定就是最后的咖啡了 所以他磨了上好的咖啡豆 谁知这时收音机里又播放起拉面的广告 小帅提前扼住了二郎心动的念头 工作工作 但更了人惊讶的还在后头 电台竟起来了少女漫画家的天才编辑 英编 主持人在广播中对英编的美貌大家赞赏 魔女被夸的都不好意思了 19岁的小美家发来了提问 要成为漫画编辑最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是体力呢 工作时间没有规律 有些漫画家脱稿 我们出版社通常会通宵工作呢 而且有的漫画家会让人忍不住发火 那么电视剧里常出现的魔鬼编辑实际上是存在的对吧 英田小姐你也是这样的吗 不是呢 我这个人都是小鸡里动之一情的 二郎大骂他是个大骗子 最重要的是要有喜欢漫画的心 还要相信漫画家 标理不一 方才明明还说小哥俩根本没有才华 小社就给节目组发消息提问 这时候节目组开始吃起了瑞士卷 这给小哥俩馋的都快崩溃了 更崩溃的是 英兵还谈起了烤肉 俩人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夜宵过后 主持人朗读了小帅的提问 就算再怎么努力去工作也干不好 工作接踵不断 总是感到很痛苦想逃离工作 该如何是好请教教我吧 这不就是黑心企业吗 你怎么看呢 英田小姐 真的太痛苦的话 我觉得应该逃离一会儿 这块真是个意外的建议 作为漫画家 将自己画的漫画给更多人去阅读 这便是他们的梦想 梦想是他们纠结的动力 同时也是纠结的压力 时针会被名为梦写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我15年来遇到过无数次这种场面 那时我要是能说出 别管节口日期了 休堪休息一会儿吧 说不定就能拯救不少漫画家了 所以如今我作为编辑 漫画家真的很痛苦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准备好逃离的路径 逃离一时 去做一些自己最爱的事情就好了 最爱的事情 这既然鹦边都在广播里也这么说了 那咱就去吧 反正也已经坚持不住了 二人像行尸走肉一般缓缓躲上了楼 打开藏书室的门 到了选美 不是 是选书的时候了 今天的主题是夜休 二郎翻出了一把净之花 将锅里的食物倒出来后 往白色的碟子里放进龙须菜和豆芽 在碟子的边上放出蛋黄酱 再摆上两根毛豆 就可以上桌了 看上去好好吃 这个很快就能做好 小帅找到了一本关于乌宗面子书 用敲打弄好的肠玉 黏黏软软的口感刺激了味来 秋龟 海带 这种和涮猪肉口感很配的食物 被七二连三的摆了上去 添加了梅子味的汤汁浇了上去 白宗和墨鱼干作为小菜 增添的营养和精力都是十足的 看上去真是太好吃了 满月番茄酱炒饭 先把一半的牛肉罐头和洋葱 一起在炒锅里翻炒 再加上冷冻食品的混合蔬菜继续翻炒 牛肉罐头量可以根据喜好酌情增减 但如果太多味道就会太重 一定要注意 再加入米饭 牛肉罐头里的油有不少 要好好利用 之后就和炒饭一样 把菜和饭混在一起翻炒 用黑胡椒和番茄酱来调味 两个鸡蛋和少量砂糖 一小杯牛奶搅拌均匀以后 倒入预热油过的炒锅里 在大火上画圈圈一样的倒入 要全部揪上鸡蛋 蛋皮差不多好了的话 在蛋皮上快速均匀倒入 刚刚做的那番茄炒饭 然后从上面盖上盘子压住 之后倒拿炒锅 这样就能做出和盘子直径 差不多大小的蛋煲饭了 这便是马月番茄酱炒饭 饿得等不及了 开座 啥 你问宇哥 今天那段厚脸皮邻居还会来吗 他俩哪会落空啊 这对小情侣这么晚了还没睡 小美喝得明顶大醉 准备到邻居家喝第二瓶 每次都来得这么及时 还管哥俩要红酒 嗯 这几个菜看起来真是太美味了 睡衣聚餐 开始吧 碰过背后 二人尝了尝自己做的丑菜 嗯 这个最好了 小帅加起几根乌冬面 吸着进口中 好吃 不止看着就好吃 是真的好吃 二郎将它分给了其他几人 几人同时大赞美味 没根的味道 仍然含有食欲 小美又问起了 这个像阿家的脸一样大的蛋包饭 二郎先试尝了一口 忍不住大叫好吃 小美也迫不及待的尝起来 很快尝出了牛肉罐头的味道 量放的恰到好处 不会产生嫌疑 几人很快拼着菜片一扫而光 小美让小哥俩也喝点 二人却态度坚决的拒绝了 又好好工作 对着且编辑对我们的信任 这就是漫画家 小美投来了重庆的目光 二人决定这小要完成一半 让鹰鞭对自己刮目相看 第二天清晨 小美按时来上班 看到两位正在酣睡的人 而稿子 他俩居然一夜也没有话 鹰鞭也按时驾到了 当得知稿子根本没有完成 火山二次爆发了 小帅搬出了鹰鞭昨晚说过的话 你不是说了吗 难说的时候 头头也是可以的 哈 你们不是漫画家 你们就是一群鼠辈 废话少说 快点话 哎 今天肯定是没法休息了 我是一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 冷门美食剧 本棚食堂的最后一集 大蒜片 漫画小说中 时常会出现各种料理 勾起我们的食欲 将里边的美食 做成料理的便是 本棚食堂 又到了节稿日 还剩十四页没有完成 此时距离恶魔驾到者 剩七个半小时 太赶了 而小梅自然是又出去用餐了 经过一番番炒 小梅的蔬菜炒肉套餐上桌了 看上去真是好有食欲啊 小梅加几块大葱和肉放入口中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这道大葱套餐 真是太下饭了 门铃声响起 给小哥俩吓了一跳 原来是快递 是二郎老家寄了的大葱等土厕展 还有一些相册和一封信 本应成为美食漫画家小帅 与二郎画起了少女漫画 笔名为七川罗沙纳 被解稿日憋分的两人逃避现实时 会做出书中充满魅力的二次元美食 包裹里还有一封妈妈的亲笔信 这里二郎又遗起了小时候妈妈为自己做的大葱肉卷 是家乡的味道 二郎咽了咽口水 信中说老家的房子终于找到了买家 而妈妈明明借来了十香 这里却只有一香 相册里是二郎小时候的照片 不得不说 二郎小时候可比现在可爱多了 二郎小时候还获得过小学厨艺大赛的冠军 他当时照着漫画上的菜谱 做了煎鱼干炒饭 二郎仅用红生椒 紫菜和煎鱼干就做出的炒饭 味道超赞 小哥俩同时咽了点口水 其实说二郎小学时就开始做二次元料理了 俩人越想越饿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阴魔鬼就要来了 小梅却看着一张照片乐出了声 这土气的风格和表情是什么鬼 真的豪吐啊 啥时候多出了一个人 鹰鞭拿着相册左右翻看 大发感慨 他还记得小帅第一次来公司投稿时的情景 他当时投的稿是美食漫画 但小帅当时的穿着实在是很吐气 鹰鞭笑而不语 对他的漫画直接说了不行 虽然如此 这个帅哥画的还是挺好的 随后便挫暴的将他打发走了 四人欢快的聊着挑着手 小鹰一句 稿子呢 将二人拉回到了现实 军还剩十页没有画 女魔鬼再次发出了咆哮 画画画 黄昏时分 终于画到了还剩八页 今天八成是完不成了 小帅是何时开始画少女漫画的呢 当年在鹰鞭那里收睾的他 又被鹰鞭喊出去吃饭 还将同样投稿买食漫画的二郎介绍给了小帅 二郎美女画的很好 鹰鞭提出让二人合作画少女漫画 并指出你们那种美食漫画是绝对卖不出去的 但若是少女漫画 他有把握让二人成为人气漫画家 说完便提前出了 志向相当的小哥俩在这里喝着聊着 越聊越投机 在酒精作用下 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决定将少女漫画作为垫脚师 二人一起画出纠结的美食漫画 这就是二人盒子的初心 这是妈妈给二郎打了的电话 妈妈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二郎的美食漫画 毕竟美食漫画是二郎的梦想 让儿子与小帅一起享用老家的葱 是啊 已经四年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画美食漫画呢 二郎已经受够了 直接向楼上走 小帅也跟着走了上去 二郎手里连着大葱 今年的主题自然是葱 二郎很快找到了一本 把扇贝的贝壳放在瓦锅里 在少量水中融入味葱 这是一种只添加了蛋花和长葱的料理 这是扇贝开了缝 这只扇贝足有成人真格的手掌那么大 光论这个就难得一见了 这是一道渗透进五脏六腑的美味 扇贝还能这么多 二郎也将跃跃欲试了 小帅这边也翻到了一本影板 和牙烧葱 配料自然是长葱 虽只是撒了盐盐烤制的料理 口感却柔软的无可比拟 腌肉咽喉后 舌头上残留的肉汁鲜美的口感难以挥散 配料自成葱也很美味 把鸭子的油分吸收了不少 和果肉类似的甜味和香味 余留在口腔 和鸭子油质既能成为优点也能成为缺点 先用煎锅煎了鸭肉 把鸭肥肉在一边贴在煎锅上尖 等油脂差不多全流出了后 把鸭肉翻个身 等15秒左右就好了 剩下的油脂用来烧长葱 这样美味就能渗测在葱里 嗯 把鸭子先买吸收带进的葱 果然是鸭葱最强组合 二郎这边找到一本 所以我才要制作料理 乌贼和竹罗 瓢树叶和胡萝卜 这时到把各种各样的食材大量翻炒成的料理 先用盐和黑胡椒来调味 再加入酒和酱油 鸡骨汤来调鲜 水和淀粉用来舍贴呈现丑状 最后变得多汁 这就是多汁石锦烧 好了够了 抄起大葱开作吧 原来二郎妈妈记得 另外九箱快递 被错送到邻居家去了 这里有一箱俗气的旧衣服 连阿剑都觉得没风穿 这次小情侣 终于没有空着手来 又赶上了刚刚做好的一桌的大餐 小美当时就走不动道了 那就一起搓吧 远哥我就想问 这么大只的扇贝 是从哪这么快搞得到 扇贝和葱的口感超好 小帅尝了一块收葱 这甜味太棒了 感觉葱比野鸭还好吃呢 再尝尝这多汁石锦烧 美人各尝一口 不约而同大喊美味 这鱼卷可是万能食材 冰箱里剩什么菜 都能放进去一起炒 结果焦的调味 加上勾芡真是绝配 二郎又将它放进米饭 组成了一道新吃法 石锦烧盖焦饭 家乡的味道真好 吃得开心的时候 小美忘了却不合时宜的话 今天你们的工作应该很顺利吧 这么优先 我去 也已经八点了 俩人被瞬间拉回现实 完蛋 门卖传来了魔鬼的吼声 小哥俩跪在地上求饶 鹰鞭一声吼 俩人像只狗 吓得浑身抖 哎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画美食漫画呢 二郎刚想问 便被扛着大葱的魔鬼 吓得缩了回去 今天 他们又没遵守 解狗日期 画美食漫画的日子 看上去遥遥无期了 这部剧中 这么多美味料理 你们最喜欢哪道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带 别忘了点赞转发支持小宇宫 咱们下部剧见